一支13人的登山队伍 周三的时候去攀爬了中部的甘卓万群峰 而晚间6点多行经猎辽营地附近时 其中有一名押队的68岁杜姓山友 他跌落边坡下100公尺 还造成他的颈椎疑似骨折 肢体式无力活动 而南投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刻前往救援 并且也申请了空勤直升机 两度出勤吊挂 总共费时大约有16个小时 最后是由直升机吊挂到了台中清泉钢机场 转送到医院救治